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韭菜盒子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初三的盒子,锅里转 这锅里转的韭菜盒子是北方地区的节日食品 也是春天应景的小吃 初春的韭菜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高 和鸡蛋,粉条,虾皮一起调成馅儿 包在面中,小火烙成两面金黄色 无论视觉效果还是口感味道 都是绝佳的享受 韭菜盒子的原料很简单 新鲜的韭菜,鸡蛋,粉丝,盐漬的虾皮,500克面粉 韭菜洗净,切0.5厘米长的段 鸡蛋打散,在温热的油锅中划炒成碎块 粉丝提前泡发,切成0.5到1厘米长的小段 和面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烫面 500克面粉中倒入250毫升开水 用筷子和成絮状后,烧凉揉成面团 一种是混合面 往250克面粉中倒入125毫升开水 活成絮状后 加入等量的面粉和125毫升的凉水 活成面团 醒30分钟 取一个容器 将韭菜段,粉丝段,划散的鸡蛋块和适量的虾皮一起倒入容器中 加入一汤匙左右的花生油 拌匀,放在一旁备用 醒好的面团揪成剂子 擀成和手掌差不多大的圆形面皮 现在我们开始包韭菜盒子 手掌上托起一块面皮 掌心微线 放入适当的馅料 将面皮对折 捏紧封口 然后将对折好的面皮两边一点点捏紧 捏成半月形的韭菜盒子 留出半厘米左右宽的边 准备掐边 掐边从韭菜盒子的一角开始 拇指尖顶起月牙边的一角 反扣掐在月牙边靠近馅料一边的底部 捏紧 然后隔出半厘米宽的距离 在面皮上用同样的方法顶起一角 翻扣过来 捏紧 扣花的纹路就出来了 沿着面盒子边缘 将整个预留的半厘米宽的半月牙型面皮 一步步扣出均匀的花纹来 在月牙尾部扣最后一个纹路时 拇指尖用力稍稍大一些 扣出均匀完整的扭化纹来 包韭菜盒子和掐花的技法掌握熟练以后 可以试着往面皮里多装一些馅 这时候包的技法需要做些改变 面皮里放的馅料多 就不要将面皮对折 而是掀起面皮的一角 先捏紧 然后一点点顺着面皮的方向 将对折的面皮慢慢地合拢 捏紧 留出半厘米宽的边来 掐边依然是从半月型的面皮一角开始 直到将整个韭菜盒子的角都抠出扭化纹来 韭菜盒子包好 就准备开始煎 开小火热锅 28厘米的平底布粘锅放大约一茶匙的烹饪油 加热后 将包好的韭菜盒子陆续放入锅中 放的过程中根据受热的程度 调整韭菜盒子在锅中的位置 手腕用力 轻轻地晃动锅底 让韭菜盒子受热均匀 大约一分钟后 翻动韭菜盒子 依然是抖动手腕晃动锅底 让韭菜盒子的两面都沾上烹饪油 均匀地受热 然后盖上锅盖 将火力调整到中低档 电炉的四档 煎五分钟 五分钟后 掀开锅盖 将每个韭菜盒子翻面 晃动煎锅 让韭菜盒子均匀受热后 盖上锅盖 火力调整到低 电炉的三档 烘烤三分钟后 关火 起锅 韭菜盒子的两面都已经被煎成金色 韭菜 粉丝 鸡蛋和虾皮的味道组合鲜美诱人 也有放猪肉的馅料 又是另一番滋味 华北地区过年的韭菜盒子 大多选用素馅 一来韭菜和鸡蛋的组合 更能凸显早春韭菜的香气 二来素素净净的吃食 意味着新年平平安安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